早晨起来去后院 哎呀 发现这天空 又出现这种 好多云般的 天气了 是不是要下暴雨了 哎呀我求你啊 不要那么热好吧 下点暴雨 但是那么热也有好处啊 看看我的胶白 越长越旺盛了 今天来给你们聊聊 水培的菜吧 所谓的水培的菜 我指的是 有土也有水 像浇白就是一种 它要求是黏土 太轻的土啊 这个根往上长了以后 这个土就飘上来了 然后你浇水就没地方浇了 所以呢 最好是用黏土 一半的土就够了 我这个是因为 移栽了盆 所以呢 它的土还是很高 就是你移栽的时候 空的盆里面 先不要放土 先把桶里的 这个浇白 拉出来 直接放到桶里 然后周围再放土 然后再浇水 这样呢 它的水 沉到下面 然后本来桶里的东西 也没有这个盆那么高 那你就有地方浇水了 你看看我的 这些盆啊 尤其是这一盆 我当初是直接种在那里的 我只放了一半的土 所以现在我就能浇很多水 甚至于两天 我可以不浇水 但是这两盆啊 是同里移过来的 所以呢 就比较高 这个土啊 我下面移的时候 是空盆 没有放土 只是在它的周围 放了土 但是本身啊 它就比较高 所以你看 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这样浇水 就是浇的全部都满的 但是第二天晚上 它还是全剩下去了 但是这样呢 我至少可以 每天浇 不需要一天浇两次 如果你种的很高的话 有可能一天要浇两次哦 所以你选择吧 你要每天浇 还是一天浇两次 像我这样 两天才浇一次 记得浇白要放在太阳底下 它才会长得好 才能接得多 不用怕蚊子了 这个天人都要晒死了 蚊子早就热死了 因为浇白种在太阳下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水 至少每天浇一次 这是另外一个朋友 给我的一些根 种出来的这个浇白 我呢 送我一个朋友了 他拿回去种了快一个月了 但是很明显的 水放的不够多 最起码 你得给把这个桶啊 浇满水 两天浇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他现在呢 准备放到后面那个 框里了 但是他又做错了一件事 框里不能放土 先要把这个盆里的东西 拔出来 放到空盆里 然后在它的周围 就是四周啊 填满土 你这样放了土了以后 你的胶白下面就有土了 不需要的 它会边上穿出来的 然后你水又浇不上去了 因为那个土太满了 所以千万现在把里面的土全都倒出来 然后把胶白放进去 然后四周加土 加完土以后 这个土就加的跟这个胶白一样高 然后呢 浇水 这个水啊 最好就是浇到顶部 然后浇白给它加篮水 或者是尿素 第二个水培菜就是空心菜 看看我的空心菜 我放了好多水 你看看 现在长得好吗 我这个也是三天没浇水了 但是它还是长那么好 为什么 因为 它下面有水 我这个也是只放了半桶的土 然后种的 然后加了大概 三英寸高的这个水吧 空心菜 胶白 它们一样 都很好种 只要有太阳和水 它们就长 我买的这个籽呢 它就叫water cross 就是必须得有水的 那你说没水可以长吗 空心菜没水也可以长的 有一种 是长的 跟我这个有点不一样 但是吃起来就是空心菜 所以呢 如果你买到是旱的空心菜的话 也可以不用这个盆来种 但是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 另外 种这个水的空心菜吧 就是 它 涨得比较快 现在都可以割了吃第三茬了 还有一种方法 我就是把这些菜啊 都种在这样的咖啡桶里 这咖啡桶在半英寸以上呢 是有洞的 然后我再放下面一个桶 你可以放黑桶也可以 把这些桶全都放在黑桶里啊 然后呢 在这个桶的下部啊 加水 就是外面的容器越大越深 然后你把这个桶放在这个大的容器里 那它就长的时间越久 你浇水的时间也就少很多 这些啊 如果你用一个杯子 底下搓一点洞 然后你放在一个大盆里边 是有水的 杯子里边种的是生菜 有土的 你就这样 像我这样 就是放在下面有水的这个盆里边 你浇水就浇下面好了 它下面那个洞 它会吸水上去 来喂这个生菜 这样的种法 如果你没地的话 它照样种出来 也是很大 很好的 因为这些绿叶菜啊 它们都是可以水培的 我不知道 嗯 我有没有说清楚 你有没有看懂啊 那最后一个我就要说的是水芹菜了 什么叫水芹菜 它就是长在水里的菜 如果你把它长在土里 水给它不够的话 那它的口感是很不好吃的 你们看8月28号的这个视频 就可以看到我是放多少土 加了多少水 怎么种这个水芹菜的 我下面用的是盆栽土 大概是框的一半 然后上面我放了薄薄的一层粘土 为的是压住这个盆栽土 千万这个土不要放的太多 因为它主要靠水 所以呢 土只是把这个根给压住 所以放这个框的一半的土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加水 水要加到差不多 现在还没种的时候啊 你只要把它加湿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加到你能看到土 这样你就能种下去看到土的位置啊 然后把芹菜种在中间 记得不要把这个苗分开 拿出来一坨就这么一大坨种下去 你如果是拿到一坨的 你就放在中间 这样呢 它的根会慢慢的往外面生 然后根会出芽 长出芹菜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所以呢 所有的菜 你不要去把它掰开 就种在一起的 我给你们是一坨一坨 你就种一坨 在中间 如果是你拿到两坨的 那你就种两边 尽量靠中间 就是让它四周有位置长 尽量的就是让这些菜 能生在这个根啊 生在那个土里 那这个根它就会慢慢的往四周扩散 然后这个根会长出新的苗来 即使上面你看那个叶子 过了一个夏天 它有黄的啊什么都无所谓 哪怕全死的都无所谓 但是只要它的根是活的 活的根它是白色的 你这个芹菜就能种的活 因为第一次种啊 我怕这个土吸水很厉害啊 所以我是加了好多好多水 几乎已经到了这个框的顶部了 但是如果你自己浇水的话 它只要离那个地 两到三英寸高 这个水就可以了 然后我是放在哪里的呢 我是放在一个枇杷树下面的 所以是很阴凉的 很少的太阳 但是光很多 看看我第一次浇水 浇了那么多 这是8月28号我种下去的 我再给你们看看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我一点水都没浇过 看到吧 我在枇杷树下 而且这里是比较凉快的 看到吧 新的叶子都长出来了 水渗下去了 但是它长得很壮哎 已经十几天了 我这个跟你们一样 都是移栽的 用的就是挖出来的水芹菜 这都十几天了 我都没浇水 但是它长得非常的好 再来看看我这个朋友 给他的水芹菜 几乎看不到水 然后土也放得太多了 这样你水都浇不上去了 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只能把它挖掉一些土 再往下种 先把这个苗啊挖出来 然后把土拿掉一半 然后再重新种下去 然后浇满水 然后我看它放的这个地方 好像太阳也很大 你不能放在太阳下的 它的口感会很不好的 甚至于会苦 还会老 那还有一个朋友呢 拿了这种漏的水 就是有冻的 那根本就不能种水芹菜的 他说他放了花园布 你就是放塑料布 它也不行 首先这个东西啊 种下去了 你就不要去冻它了 那塑料布有可能会烂了出洞 那这样的那个花园布 它是透气的 所以更不能种水芹菜 所以他说他也去买这个黑的这个桶 Costco有买八块九毛九 一个啊 如果你还想种椒白的话 那去一次了 就多买几个吧 我到明年开春的时候 再把椒白苗给你们 所以芹菜如果用这样水芹菜 用这样的容器呢 是种不出水芹菜的 我现在给你们的只是一坨 你要全部长满这个盆 你才有得吃 这一坨一炒 大概就一勺 所以根本就不够的 而且我看它这个地方太阳很大 这样种出来的水芹菜口感不好的 水芹菜好种吗 非常好种 但是它是有条件的 第一 它不能有大太阳 第二 它必须得 要的容器是没有动的 第三 它必须给它好多水 如果你懒的话呢 你就同少放一些 放一半 像我就是放一半 然后装满水 那如果你勤劳一点了 两天浇一次水的话呢 那就像我一样 只要给它 上面这个盆 这种浅浅的盆 然后浇个一英寸的水 就是看不到土为止啊 那你就每天浇水 你看我这一盆啊 几乎已经没有水芹菜了 但是它下面有根 都是那种白的根 我是把水芹菜一坨坨挖掉了 但是留下来这些根呢 我就没去动它 我也没加那个泥 因为这个盆啊 已经是加不了水 所以不敢再加泥 所以四个角啊 那里的土很少的 我把土集中到了中间 如果你是粘土的话 你完全可以做得到这一点的 然后就四周围 加好多好多水 把它浇满水 有的朋友跟我说 哎呀 我只要保持它这个土是湿的就可以了 对 你可以浇水的时候 加高一点 但是呢 绝对不能让这个土干 只要它的土有点像和泥一样 就湿的 它就能长 但是我跟你说 蒸的水多 口感就不一样 所以最好还是种在这个大桶里啊 因为万一你要出去旅游 这样的大桶 你就可以把它放满水 一个礼拜啊 不止啊 我已经两个礼拜了 我就再试 看看两个礼拜 不浇水 它会不会死 没想到 两个礼拜了 它还是有好多水 所以如果你出去两个礼拜 就不用浇水啊 它都会活的 我朋友也是种在这样的大棚里 结果它回大陆 大概三四个月没浇水 它回来啊 上面那个叶子都枯黄了 它就回来加满了水 一个星期 它又活过来了 所以它挖给我一块啊 我都看看这什么东西啊 都好像都死了 叶子都发黄了 杆子也枯萎了 它就很抱歉的跟我说 你就放在水里涂里 随便它 看看它能不能活过来 活过来了 你再去买框子种 没想到 一个星期 它就给我一坨 我没有把它分开 它叫我不要分 这一坨 长出来那么多 现在我分给了差不多12个人 就看这一盆 到春天 冬天就可以吃了啦 它又会长出来满满的一大盆 明年我再分给你们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清楚 有朋友说 我再怎么种也没你这个水平 不对的 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种 一定能种出来的 记得 水青菜不要放在太阳底下 我就再啰嗦一点了 焦白 空心菜 要太阳 但水青菜 它只要光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阳 另外也提醒大家 水青菜 最起码 要有这个黑框 这么一大框 你才有的吃 要不然 离草 看都看不到 所以 好好的种 到明年开春 你一定会有吃的 来看看 前面的天空 前面那个海都看不到了 全是云 哎呀 只要不要地震 热一点没关系 我是觉得 我们家的路由器 烫得不得了 也得把它关一会儿 要不然 路由器会不会烧啦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